好来看到台南一名货车司机违规酒驾 撞上了一名流姓男子 事后呢还汽车逃逸 更找了自家公司的女员工 开车在他回到案发现场 要确认被害人的生命迹象 行径相当的恶劣又冷血 警销货报 有民众遭车辆撞击才抵达现场 只见机车横倒在地 伤者倒地不起 救护也将人紧急送医 车祸现场凌乱不堪 只是肇事车辆却不在现场 原来驾驶进肇事逃逸 尽管不久后 警方在附近找到肇事货车 但驾驶却不见人影 直到一个多小时终于将人逮到 肇事驾驶被远警包围当下 还一再辩解自己是因为害怕才落跑 果然酒特质超标 事发在1号凌晨1点多 台南安南区本园街 当时神兴司机开着货车违规酒驾 还逆向行驶 半路上重疾流性男子 但司机不停车 不仅加速逃逸 将货车遗弃 还找来自家女员工 开车载他回案发现场 确认被害人生死才回家 很过分啊 很过分啊 一时自己快乐 啊我们家庭怎么办 刀众的流性男子伤势严重 送医人宣告不治 警方展开追查 在案发三小时内 来到肇事司机 只是嫌犯酒后撞人 还肇事逃逸 甚至重回现场 见死不救 这行径时代 冷血又恶劣 借黄不及一台报道